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下来 你要下来了 下来吧 谢谢 拜拜 谢谢 我是Roselyn沈佳颖 我是一名赛车手也是一位主持人 我觉得赛车跟主持对我来说 是一件充满未知挑战又具有成就感的事 《交流》 《交流》 是哥哥 剩依哥哥 佩哥 他沒有多錢 對 但他很緊張 他現在進去 那妳現在願意帶我們參觀一下妳家嗎 呃 呃 好 因為我想應該沒有人想像得到 一個女車在廁所就在那邊竟然長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的意思是怎麼樣 就是妳把獎牌都亂丟啊 我沒有亂丟 我真的是不好好啊 只是沒有把它翻出來啊 你覺得我真的亂丟嗎 你覺得我亂丟沒有啊 嗯 要怎麼看法 我家其實是很小的 看妳家裡還有很多那種小車子的模型 喔 有啊 有啊 我又很喜歡車子 那基本上我會 用車子跟時間打浪子 所以我這樣會拿到那邊 然後拿到那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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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妳的擦越 那裡去 包回來 那現在是第一次拆空的 應該很少人會像妳這個樣子吧 拿到第一名獎盃 好不好好我不理他嗎 因為我家真的沒有地方放我家太小了嘛 如果我家很大的話 我也希望我把它排得很漂亮 好展示出來 其實我是把它顧得蠻好的 只是... 拿什麼拿 只是說 放置的地方我沒有把它展示出來 因為 展示出來其實我有點擔心 就是因為貓條也特殊萬一大 這個 這個就是 2018年 對 那你正在 有 一名的價格 在我家有沒有覺得很笑的月色 好笑 突然覺得好像可以抽湯 包湯 對啊 因為那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的夜餐 就是在完全不熟悉館 不熟悉的車 完全就是一個邊理邊摸索的放置 那你覺得你是全台灣 女賽車手裡面拿最多獎的人嗎 有可能是 但我沒有辦法很確定 是因為 我是一個 阿信車手 就是窮車手 那我不像台灣有些女車手 可能自己不像有自己的車 所以你會發現 我國內的獎盃其實蠻少的 可能因為受邀到國外 或是直接國外那邊贊助 我才去比賽 這樣看起來是還蠻多的 可能因為我資歷也久了一點 累積下來會多一點 你平常的工作咧 工作 就不開車以外的工作 主持啊 最近一次有主持工作嗎 那個香草婚禮 香蕉哥哥跟草莓姐姐的婚禮 然後我穿的是這一套 就是要喜氣嘛 今天是要去主持台北燈會的 一個上海燈區的燈市 通常都是完裝 然後到現場去 然後到現場去 因為我覺得這樣自己弄的話 我比較辛苦 但是你比較清楚 怎麼會流程 2019台北燈節 在今晚就即將要開幕了 現在進入我們現場的是 台北的大家長 柯文舟市長 掌聲歡迎 那麼同時 我們也歡迎遠到而來 上海的貴賓們 那麼這組花燈呢 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2月24號呢 每天都在這邊開放 展示給大家看 也希望大家能看到 這是我今年的第一場活動 我覺得自己的表現 自己沒有很滿意啊 所以我才會後來問了一下 工作人員說那這樣OK嗎 他說OK沒問題 我才放下心 我通常是報喜不報憂 家人或好朋友 剛好聊天聊到 我才會去提 比賽會 因為其實媽媽都會幫我們 特別再去保一些 平安險啊 什麼旅行險 意外險這些的 我們家人很妙 就是乍看 好像大家都各過各的 可是當家人 一有什麼事情的話 就是大家都意不容許 然後推開所有事情 就是會殺去 去幫助自己的家人 我們家人的習慣 比較像是這樣 費後去當家人 網上看到 市場的培養 財產 呃 有一段時間了其實 很久 真的很久 因為後來都 吃外面的比較多啦 有拉 過年 sib 過年才有 因為爸爸走了 我們就分開做 oted 哇 急啊 哇 都拿到你想要 拿這個